日本小林枝藥紅麴風波 不只衝擊日本社會 就連臺灣也有消費者 陸續出現不良反應 鄭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兩年前鄭先生 為了將膽固醇開始固定 是有小林枝藥紅麴原料 製作的紅麴膠囊 沒想到去年八月後 檢查指數異常 懷疑是紅麴膠囊 導致他罹患腎病 另外兩名消費者也吃出問題 陳小姐表示先生膽固醇過高 原本想幫他降膽固醇 採賣紅麴保健食品 沒想到吃完後 卻被查出慢性腎臟病第三期 匿名張小姐也是吃完後 就出現腎臟問題 雖然事件爆發後 制藥公司願意全額退費 但就醫的費用 卻沒有下文 讓消費者們身心俱疲 臺灣消費者保護協會 要幫消費者提集體訴訟 我們希望訴訟只是一個手段 那我們也希望 在這個訴訟過程當中 能夠讓業者能夠出面 積極來跟消費者做處理 消保會表示紅麴食安 瘋破消費者求助無門 到目前都沒有收到 實質的賠償 主動為消費者提起團體訴訟 協助捍衛權益 3015張州路程遠高雄報導